傑哥就不嘗試貧乳當封面 快篩流量才會止步於此 要開發新的觀眾 要開發那群喜歡貧乳的變態 不如讓我貧到死了算了 也沒有啊 就真的怕嗎 禮拜四要當兵了 不能看到帥氣的傑哥好難過 沒事加油 這個人都有這一天的 好好在裡面盯著 可以出來看我們精華就好了 我們精華都會幫你準備好 每一周玩的什麼精彩的大作 都可以來補 想著你的帥臉入睡 拜託不要 飛染第四章呢 有朝一日一定會玩 一定會玩好不好 有朝一日 我們FGO26也有朝一日一定會玩好不好 有朝一日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時間 一定會努力控出來的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 不是啦 我真的會玩啦 但我最近真的很忙 你看我們主頻道現在每周都有更新 我們副頻道還不是要更新 二次又沒過你怎麼上節目 你認真想一下 我們哪一次在深放送 講過劇情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們甚至 連第一部的終章 我們其實都不能講 我說真的 我們不能講 其實我們在深放送 基本上不會聊到遊戲劇情 我們頂多打一點點插邊球 而且那個插邊球還真的是很插邊球 我頂多就是不聊而已 所以真的還好 每一打26還接到FGO深放送 我必須說這個怎麼說呢 我必須說可能 論FGO 我的愛可能不比其他人好不好 等等Fate這個IP 我是真的很喜歡的 我自己老實講 我玩的真的沒有那麼多 但你要我說我喜不喜歡他 我當然還是喜歡 我有時間我還是會把劇情看完 然後我也都有在規劃做其他的Fate相關的節目 不一定是FGO 因為我必須要講 Fate不只一個分支好不好 不是只有FGO only 所以我們還是有規劃做其他Fate相關節目 然後我未來也當然希望 能做更多 就是整個其他的Fate的其他的 或者是甚至能 觸及一下行業其他的的一些系列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找我也不是一個大問題啦 就是你要說真的大問題的話 就是對我對FGO就沒有玩那麼多 但對Fate這個大IP的愛是夠的 我自認我自認好不好 這男人又想接工商 又沒信心做好再打預防針 哈哈哈 幹 不要這麼了解我耶 不要這麼了解我 馬娘沒給你工商可不要計較了 沒事我們是FGO生放送 也可以啊也可以也過 這個形容的不錯 遊戲王粉線下打牌 但沒有玩丟LINK 沒有錯差不多這種感覺 你可能看到某一個 可能誰誰誰上去轉播丟LINK 但你看他其實好像沒什麼在打丟LINK 他實際上都在打10卡 你就會覺得 這個傢伙真的是能上丟LINK嗎 能上丟LINK直播嗎 但是可能真的是比較適合的人選哦 做過氣色三部曲的影片嗎 其實那時候飛人天空 準備要上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廠商台要不要做這個 因為我說我可以做 我很想做 我直接推這個提案給他們 但他們沒興趣 好應該差不多了吧 我們先來玩這個 這款叫做Monster Box 看起來就是讚讚的遊戲 你看 是不是看起來很讚 Hello 哈 What OK What 馬上進廣告 謝囉 我剛剛看了啥 然後把他丟出去 跟他戰鬥 我突然覺得有點意思耶 這是一個第一人稱寶可夢 Yeah GETTA 我們是用第一人稱四角在玩這個寶可夢 這是可以的遊戲嗎 他皮正版好玩 幹 並沒有 這個不算盜版 他走出了自己的風格 哇靠 這個課金一百塊兩百塊的 滾啦 我是可以跟我的寶可夢玩嗎 哇他開心了 吃這個 快吃 快吃 吹一下他們就會開心 開心 OK 其實 其實有一丁丁 有一丁丁可愛 蛤 我可以跟 我可以跟其他訓練家戰鬥了 我可以更近距離看嗎 不行 Yeah 我贏了 這就是第一人稱寶可夢的未來嗎 也許吧 欸等一下 他出兩隻打我一隻 什麼情形 這可以的嗎 怎麼三隻都那麼醜 我要選這一隻 這就是寶可夢 不是喔 人家做出自己的風格 自己的玩法喔 人家不過是會把怪物塞進一個小小的瓶罐 再丟出來 這樣就算抄襲了寶可夢嗎 沒有吧 這個還是走出了自己的風格吧 除了廣告太多 好像還行啦 可以投票了 是不是只能開箱王國之類的 現利益機來挽回老任了 不可能 我不可能挽回得了老任的 我已經玩了太多的 盜版寶可夢了 我更加通訊交換 換啦換 這也可以通訊交換 完美吧 這款MonsterBox 陽性85% 陰性14% 165人投票喔 這個太陽般溫暖的可愛寶可夢遊戲喔 雖然呢 這個 做出了一個類似寶可夢的感覺 但至少啦 我們要鼓勵人家一下 沒有抄人家的圖喔 至少人家堂堂正正的 不像某些遊戲喔 直接把人家的圖數摳出來用 這個是真的母湯喔 至少人家醜的還是 靠自己原創作的嘛 對不對 勉強還是可以鼓勵一下 這款叫做Witch and Concel 我記得他應該有中文 魔女和學生會放置了RPG 完了 欸 這個畫風不錯喔 好像可以喔 這個角色是哪你看過 我不知道欸 HELL TAKER 喔喔喔 我知道我知道 推方塊那個遊戲是不是 還行啦 我覺得這個至少 角色應該是沒有直接抄上去 挺多就是畫風類似 完了完了完了 開始了開始了 先升5級的攻擊 再升5級攻速 他完全照著這個HELL TAKER風格走 是不是 連音樂都類似 是不是 那他的決心很強喔 這出DMM我玩爆 那他可能方向走錯了 你看都全部先升5等 整體UI看起來還行啦 角色看起來也不錯 史萊姆玩法已經是魔版了 史萊姆是這個先驅嗎 我不確定 我們上過手遊快篩駕訓班的都很熟 同學們喊出他是類哪個類型 這個最紅的是類哪個類型 我真的有點忘了 我真的不確定 但這種就是放置型RPG啦 標準的放置型RPG 甲級的專業度呢 幹不是啊 就真的沒有啊 這個第一款是什麼 這個最初是哪一款遊戲 我也不知道 放置餅乾嗎 也不用說都是類放置餅乾吧 這個應該就說他是 放置型RPG啊 這個女主角是真的還算 還算蠻大的 好可以抽了可以抽了 幹這種遊戲都是 他媽的一抽三四幾抽是怎樣 抽魔法 你只關心有多大 不是齁 這是你們關心的 等等看一下其他角色如何 看完其他角色差不多就可以抽空了 你看其他角色不就出來了嗎 玩法很放棄性 玩法很放棄性 但是至少UI美術 角色跟音樂都是舒服的 很適合現在 時間很碎片化現代人 沒有錯 我們打打騎士團就是這樣的遊戲喔 喜歡這樣的遊戲可以去玩打打騎士版 唉唷 可以換角色了 看一下 其他角色能不能看 喔 阿能看他的立繪嗎 勉強可以看 可以耶 他還有一些小故事什麼的 不錯阿 他角色都蠻好看的 好了差不多 看完了 滿意 沒大奶 可憐啦 居然沒有大奶 建議升級專業版傑哥 其實我也覺得這款如果升級專業版傑哥的話 也許還行 這樣不夠大嗎 我們這邊大要大到 這個必然航線等值 還行啦 人設我覺得都算還不錯 對 也有點像骷髏少女 像骷髏少女跟HELL TAKER 還要三個才夠看 我是沒有追求這個 都被自己造飛養壞了 好啦 結算 哇這個 真的是來 該來找我們專業版喔 這款魔女學生會 50%陽性49%陰性 153人投票 這個剛好一半一半啦 這種遊戲怎麼樣 最適合尋求專業版傑哥的幫助 獲得更多人的喜歡喔 這一款叫做 Etheric 是這樣唸嗎 I don't know 這個跟我們之前玩的某一款遊戲 是不是同一間公司做的阿 這款感覺很合各位的胃口喔 怎麼這款也在講鼓 等一下嘛 你們有點耐心好不好 我感受一下這個在玩什麼齁 任務領導只叫我去爐盾 我是誰我在哪 我要幹嘛 我迷路了 喔這裡就是爐盾 找到了 喔我會了 打老鼠 這個有啦 這個我們之前玩過他的大地圖版 我們之前玩的那個是像寶可夢那樣子喔 只是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在遊戲裡面操控的 好啦我要去打老鼠了 戰鬥 這個玩法跟那個 大地圖版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不用實際出去走路我覺得比較好玩 因為之前那個要實際出去走路 但我們肥宅是不出門的喔 我這樣打幾隻老鼠啦 OK啊 三隻差兩隻 我覺得這個戰鬥節奏蠻好的阿 奇怪了 之前玩 大家都說看起來不錯蠻好玩的 阿現在怎麼都不好玩的 你們怎麼那麼善變阿 我覺得還不錯阿 冒險感蠻高的 就沒有跟你講一堆有的沒的 你就認真的在 探索這個大世界的感覺 傑克你把遊戲完養了 不可能 不可能吧 真的是我的錯嗎 真的是我的錯嗎 我覺得挺好玩的說 哥凡龍在哪裡 你是不是 他是山賊王 對不起他好猛 奇怪了 我除了找不到人以外 我覺得都做得挺好的 都挺好玩的 喔 我這邊不叫初死成人 阿對齁 我這邊叫盧盾 欸你們突破盲腸了 啊 啊 懂了懂了懂了 哎呀這樣不就對了嗎 那邊找半天 哎呀 迷路是RPG的一環好不好 哥凡龍找到啦 蓋第一間商店囉 升級到等級3了 啊 我好了我成功了 我蓋好自己的店了 去擊殺哥布林很好 擊殺3隻哥布林 不是哥布林嗎 哥布林法師 殺三賊王 看起來就打不贏喔 好啦我們打打看三賊王 來做收尾好了 喝喝喝 喝喝喝 你等一下吧 你不要那麼大力 就回到初始城鎮 直接變一滴血 不錯阿這款 挺好玩的 台語常常找你合作拍片 不怕他頻道倒閉嗎 所以他頻道不是看起來有一陣子不太好嗎 這就是找我拍片的關係 阿沒有啦開玩笑 記不記得之前黑羽他家被髮拍 大家都懂了吧 連朋友都不放過 他太狠了 他介紹女朋友給你 你把他家變不見 你看他現在可以換一個更好的家了 之前那個家舊了 這個推薦他換一個新的這樣不好嗎 好了結算 這款ARCIC 陰性59%陽性40% 140聲投票 不錯啦 在我的耍白癡之下還有59%陰性 如果不耍白癡的話應該可以更好 當年瑜伽在阿布雷穿捷哥的衣服 阿布雷就不見了 幹嘛的真的不關我的事 你們真的很愛瞎掰 我們來玩這款烈火戰技 這款我不知道是個啥 我只看到QOO平台上好像有色色的遊戲 我就載來玩玩看 烈火戰技還在 所以他很久是不是 哇等一下 停止你的漸遠行為 快停止你的漸遠行為 這個是甲級事件的第一題喔 這個真的是最簡單的 他癢了 等一下吧我們來看一下他有沒有色色的 好啦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這款有沒有色色的 0 剛出的時候蠻有料的 很多角色技能跟漸遠一樣 但玩到後面跟一般放置手遊一樣沒料 跟漸遠一樣是真正的一樣的物理嗎 就是一模一樣的那一種 漸魚眼神比真心鎮的野狗還多 等一下嘛給他一點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手籌 搞不好很有料阿 就快了就快了招募 我們的T0要來了 T0 哇SSR 你看這個大奶油角 是不是有料 這算放置類嗎 這算類見與遠真喔 類見與遠真呢怎麼樣 就是這個樣子排法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的集氣集滿了 你就可以按角色的技能 那你可以選擇手動或者是這個自動 今年的最佳類見與遠有想好了嗎 好像還沒 但最佳蓋蓋蓋應該是那個 王牌銀行長的 最佳Aero Blast的女主角喔 這個獎項會不會太極限了 今年最佳貢獻獎應該是Aero Blast 我有在想是不是不要一直讓 同樣的作品一直入圍 但是寶貝大聯盟今年就肯定不會有嘛 那Aero Blast去年其實也有入圍 明人堂啦明人堂 好啦明人堂啦 明人堂有誰寶貝大聯盟嗎 沒有寶貝大聯盟 我們明年開始 應該不是明年啦 可能下半年開始喔 我會規劃一些新的一些節目 所以手遊快篩應該就變不會是這麼每週開兩次 可能會是每週開一次或者是每週二跟五開可能前一個小時會開手遊快篩 還後一個小時會開別的 可能會開新節目這樣子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男人做膩了 不是做膩喔 是這個編輯效應要到了 你做這種節目 他終究是時間到了 觀眾總是會看膩嘛 所以不是我做膩喔 是觀眾不看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頻道就是一個賺錢的頻道 就是為了賺錢其他隨便 那今天大家開始不想看這個節目了 那我們也沒什麼好講了 我就是要開始看了 沒流量 沒有他沒流量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他開始下降了 就是流量是開始下滑的 別人不想看這個頻道的原因是節目的問題嗎 啊不然呢 這個節目一年多啦差不多啦 該換點新東西了 手遊快篩不會關掉好不好 他還是會在 只是不會到這麼 這個每個禮拜兩集這樣這麼多了好不好 就可能一半手遊快篩一半別的節目 我們會慢慢讓他減量喔 其實就像是你看一些 日本電視節目一樣 可能他有他的巔峰期 那衰退之後 就是開始減少他的經費 減少他的曝光跟播出量 然後最後最後 就可能變成特別的節目 偶爾才會有的特別節目這樣子 啊我們的 目前的安排其實就是這樣 就覺得欸 我們高峰期過了 那可能 覺得差不多可以慢慢把它 漸漸收下去 別說我先哭 屁啦 我在想 其實這個遊戲 沒有到那麼粗糙的感覺 就他的美術還算是有一體性喔 然後也大多都有配 是不是其實他還算是一個認真的 的類件員 很問就是不夠色 好像是 確實是 沒有到真的這麼色 我看一下 喔唷 好像還行啊 這個有實裝嗎 這個沒有實裝 還可以啊還可以啊 你陰了 現在在找封面嗎 是啊 現在是在找封面 沒有錯 又陰了 這個又陰了 綠色的 這個嗎 喔唷 他的 他的實裝好像沒有他原本的好 喔唷 這個屁股有料 先解一下 看一下啊 還有誰 他現在已經是內褲隨便看的時代了 沒有錯啊 齁齁 我喜歡兔女郎裝 傑克又不找屏的 不是齁 找屏的我頻道被鎖 你賠得起嗎 你的頻道早該鎖了 亂講 我頻道非常的正直喔 齁齁 好了 差不多 我前年退坑 怎麼多這麼多色色的衣服 現在手遊不就是這樣了嗎 好了這款烈火戰盡 陽性 54% 陰性45% 133的投票 還可以的數字啊 還可以 好了 這一段就玩到這邊 傑克就是不嘗試 憑辱當封面 快篩流量才會止步於此 要開發新的觀眾 幹 要開發那群喜歡憑辱的變態 不如讓我憑到死了算了 也沒有啊 就真的怕嗎 有啊 我們有新常識啊 我們未來戰前一集 其實就選了一個 憑辱的角色 我覺得我工商過 但沒有導的合集的那一隻 那個金髮的那個角色是 是憑辱的 是一個憑辱羅莉 只是我們沒有那麼凸顯他的身材部分 所以看不太出來 一開始是放大的 是沒有錯啦 一開始確實是放大的 對 感谢观看